日出康城商场效应,带动租务成交,不过,区内新落城住宅进海,却陆涉样成交,市场陆进海一中两房单位,尚未过额外印花税松绑期,业主宁富那税也要离场。 中原地产五感基表示,刚液首单位为进海3A座中层私室,实用面积491方尺,业主2018年6月7903.2万元向发展商新地0161手买入,当时尺价18395元。 属两房开放式牵厨房单位,单位明年6月才过额印期,SSD,为业主本月将单位放盘,原叫价880万元,最终减30万元以850万元沽出,实用尺价17311元。 帐面已涉样53.2万元,由于未过三年额外印花税期限,业主负责楼价10%SSD税项,即85万元。 年同纳税及扣入成本的离印费及售出物业的代理佣金,选手达180万元。 中原地产陈嘉雄透露,北角为港仲刚六得手中二手成交,为五座中层A室,实用面积1097方尺,三房套间隔,坐享全海景,业主叫价3500万元。 后见买家极具诚意,最终减200万元以3300万元将单位逆手。 赤价3082元。原业主2017年5月以3179万元买入单位。 扣除发展商回赠优惠后,实际扣入价于2962万元。 时次转售账面获利于300万元。单位升值于10%。 中原地产吴嘉俊表示,疫情改善,近日长沙环区二手看楼活动逐步恢复。 普遍业主愿意提供借空间。贴市价放盘不乏承接。 分行新近速乘晓越高层F室成交。 实用面积315方尺,一房间隔。 今年6月放盘价为650万元。 累减47万元或7%。 最终以603万元或上车客购入。 尺价19143元。 原业主2016年9月2533.6万元一手买入。 持货约4年。 现沽货账面获利69.4万元。 升值13%。 中原地产唐欣怡表示, 屯门市广场两座低层A室。 实用面积318方尺。 两房间隔。 叫价500万元。 经买家以价后, 减至460万元成交。 赤价14465元。 原业主于2017年6月以398万元买入单位。 持货约3年。 账面获利62万元或16%。 本港肺炎疫情渐趋稳定。 推动二手楼市成交回升。 特别是可成造最高九成按揭的1000万元内上车盘。 属十大屋苑之一的观塘例港城。 本月至今站录得最少8宗成交。 楼价全低于1000万元。 最新成交为15座高层F室。 实用面积517方尺。 间隔两房变三房。 刚以800万元沽出。 尺价15474元。 屋苑本月三房成交至五中。 售价980万至988万元。 其中21座中层D室。 实用面积687方尺。 以980万元获成接。 尺价14265元。